創團超過40年的雲門舞集 長年在世界各地巡演 如今他們跟航空公司合作 推出雲門彩繪機 讓舞者的曼妙舞姿 直接要上飛機的機身翱翔天際 創辦人林懷銘表示 華航就像是台灣的名片 雲門希望能夠為台灣 打造一張漂亮的名片 而這些年來國內外巡演之後 現在連天空上的小鳥 也都能夠看到雲門的演出了 創團超過40年 雲門舞集的演出早已享譽國際 如今舞者的曼妙舞姿 更直接要上飛機的機身翱翔天際 華航經常運用傳統素材 來塑造它的公共形象 而雲門經常汲取傳統的一些靈感 來做當代的發揮 所以這回我們選擇了書法系列 它是傳統的文化 但是它的表達是當代的 它的水墨的感覺 我希望它有趣 大家覺得有趣 這回選擇的圖像是黑白的 是寧靜的 跟所有的航空公司 花花綠綠說 你來看我在這裡 來哄啪一樣的 大家很興奮的 這東西是黑白 寧靜 那麼我希望在許多的飛機場上 它能夠從花花綠綠的 這些圖像裡面能夠浮出來 惹人注目 引人生死 機身雙側有雲門舞者 翻飛躍洞的身影 還有書法藝術家董揚姿 1973年為舞團揮毫的 雲門舞集四個大字 還有影像大師王益盛的水墨 舞者穿上服裝名家林景如 所設計的沙翼舞動 透過攝影家劉鎮祥的鏡頭 捕捉到的生動舞影 繼台灣文化精英作品 於一身的雲門彩繪機 製作的繁住廢工 讓參與幕後的林懷民 為之驚訝 然後一路走過來 有很多的學習 老實講 如果知道這麼麻煩 當初不該那麼快的就答應了 因為這裡面 你要把圖案弄到飛機上 你不能亂放的 我們學習生很多 我不敢透露機密 可是我聽起來是非常的昂貴 飛機穿一件衣服 比林志玲的衣服貴太多了 多年來表演足跡 踏遍世界各地 如今不只是因為彩繪機的發表 首度已停機捧為舞台 未來的雲門還將餵鳥而演出 就我而言 舞蹈應該跟大家共享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雲門到處演出 到中外演出 到鄉下餵小朋友演出 最像這回天空的鳥 也會看到雲門的演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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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門彩繪機首航 金馬德里飛往羅馬 未來再往檀香山 雪梨 布里斯本 奧克蘭及亞洲各地的航班 都有機會看見 雲門的舞動難聽之美 雲門的舞蹈